大家好 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3月11号这天又有一个爆料 就是继3月8号在明镜电视直播之后啊 他又有一个爆料了 这一次呢是通过接受大纪元和新唐人专访的形式谈出来的事情 他说了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他通过北大方正前CEO李友得了肝癌要换肝这个事 所知道的中国器官移植的黑幕 我想大纪元和新唐人是什么背景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对吧 那是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 那经过这次专访 郭文贵是把他在3月8号明镜直播的过程中 所谈到的同一个问题给澄清了 郭先生的意思是说他当天这个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从而让人产生了误解 那么在3月8号那天我也录了一个视频 对郭文贵先生当天所谈到的这些表述啊 也做了一番评论 既然郭先生现在自己把这个问题给澄清了 那我在这里也一起做出纠正 由于郭文贵先生和中共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以他刚出来爆料的时候啊 对于他的背景动机引起了很多猜疑 那我也有这方面的猜疑 但是我想呢日久见人心吧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郭先生他这些爆料的效果一步步显现 那么郭先生自己的本心本愿是什么 也会逐渐的清晰起来 总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 郭文贵先生3月11号这一天对大纪元和新唐人说了什么 接下来呢我会播大概两分钟左右的录音 首先声明啊这个录音资料呢 我是从新唐人的网站上拿下来的 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专门征求别人的同意 但是据我的了解呢 新唐人的编辑先生或女士们呢 一般不介意别人去分析去传播这样的内容 半日记者把这东西拿来以后呢 他搞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叫北大医院 你没有注意到 叫北大国际医院 这个医院里边他最想做的其中的事情之一 也三个很大的事情 他主要服务这些老革命 政治家 还有这些老公子 有影响的人 他认为这是个最大的公关手段 其中一个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器官移植 他认为中国这个器官移植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 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做不到 这么在中国人口多 在个法治不见权 但他认为中国腐败手段 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想说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也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我 包括受了很多影响 我一直以为法轮功的 讲这个国内这个活摘器官呢 这个不真实 或者说这是过于夸张 我没有经历过嘛 但有的事情我报复以后呢 这种李友的事情我经历了以后呢 然后我很惊讶 就是他们告诉我李友 选了几十个人要选这个杆 选了几十个人要选这么优秀的杆 而且很多人呢 他们选的可能是真的 是跟法轮功这个学员是有关系的 听他们讲的 说他们找了这个练马轮功的人 把李友考虑了考虑说 前哥哥再说吧 我又知道我很惊讶 把法轮功说的这个活摘器官 原来那真的发生 现在还真的有 而且这个爆料 里面包括通报计划的人呢 这个人的家人也就是干公安的 他跟李友非常好 我说李友这个 因为咱刚才把这百人钱给卖了 卖了那太厉害了 我说这个是什么人的提供的干员呢 大部分都是公安上的 所以说我那些节目下 说什么意思呢 公安上给他 公安上给他的朋友 给他提供的干员 公安上和他医学院的朋友 北大医学院的公安上 公安有强制的努力 他就是想弄谁就弄谁 所以说我才想起来 怪不得说有法轮功学员 有公安谁的法轮功学员 给拘禁了 给你拘禁了 从这个事情上 我感觉到 法轮功讲的活摘器官真实存在 这整个录音有十几分钟 我是挑了其中两分多钟出来 那根据郭文贵所提供的情况 我大致分析出有这么几个要点和各位交流一下 第一 他所谈的情况透露出来中国的器官移植的黑色产业链确实是存在的 他说北大方正的前CEO李友搞了一个北大国际医院 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器官移植 而且是要服务于体制内的老领导老干部这些人 这些高层人物 把他当成一种公关手段 这就说明在当前中国的特权阶层和上层社会当中 对器官移植是有着庞大的需求的 那么有人就把他当成一个金矿 以及当成一个结交上层人物的渠道 同时这些特权阶层和上层人物他们也出得起钱 一个平常人家他即使得了什么肝癌要换肝 但是他对供体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 就有什么就用什么 可能花几十万人民币 但是这些特权上层人物他可选择面很宽 所以他可以去挑那种最好的供体 他可以出比别人高得多的价钱 所以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如此之有规模 如此的所谓有含金量 有吸引力 以至于像李友这样的红顶商人 专门要投巨资去开发一座现代化的医院 去建这样一座医院 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赚这个市场的钱 那么相应的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供体库来保证供给 所以必定也存在着一个器官交易的庞大的黑市 那么如果郭文贵先生所说的属实 那么黄杰夫就是中国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他反复否认的说不存在什么活摘器官 他所说的中国器官移植的全部供体来源都是自愿捐献 这个就是不攻自破的谎言了 第二个要点就是李友要换杆 居然有人给他准备了几十个供体让他来挑 这个让我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首先这让人们对这个供体库之大 到底有多少人被作为这种给大官贵人提供器官的这种供体 对这个供体库之大感到非常震惊 同时也对那个所谓的上层社会 他们草菅人命视弱者生命为蝼蚁的这种态度感到震惊 我现在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就是 被选中作为李友供体的这几十个人 恐怕很难活着走出监狱和看守所 因为他们被推荐给李友 就说明他们身体非常健康 是极佳的供体 那么李友没有选中 他还会推荐给别的客户 对吧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那么现在最起码根据郭文贵所说的这个话 那么对这几十个人的生命安全 我觉得就需要担忧了 第三就是郭文贵所说的 这几十个供体里面确实包括有法轮功学员 其实他在这个录音当中别的部分提到过了 还包括有汉藏混血的青年 有新疆的等等 那么一言以蔽之 这几十个人肯定不会全都是死刑犯 甚至他们大部分不会是死刑犯 而是良心犯 那么这也证明外界的一个估计 一直以来的一个估计是对的 就是仅仅靠死刑犯的器官 远远不足以支撑 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的需求 第四个要点 就是郭文贵所提供的情况 也点明了 这个安排供体的就是公安机关 他们有强制手段 他们可以把人抓起来 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居然是有人通过国家公权利益的渠道 在这么搞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当然咱们前面所说的这几点分析 前提都得是郭文贵的爆料要是属实的 至少他得部分是属实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条件和渠道去查证这些消息 西方有个谚语叫做smoking gun 就是冒烟的枪 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抓现行的那个概念 就是在一个人刚刚犯罪之后 你就把他抓住 所以他抵赖都抵赖不掉 其实这个smoking gun呢 它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我虽然没有看见你开枪 虽然我没有直接目击这个犯罪过程 但是我看见有人倒在血泊里面中枪 而你手上拿着一把枪 枪口还在冒烟 那么以此为证据就可以抓人嘛 那意思就是说 在缺少直接目击犯罪过程的情况下 有间接的证据和有必要的逻辑推理 同样也可以构成这个定罪的依据 有人中枪倒在血泊里 你手上有枪 枪口在冒烟 这几件事情就形成非常严密的因果关系 就形成一个证据链条 就靠这几条 就算我没看见你开枪杀人 但是靠这几条也够定你的罪 那么在活摘器官这件事情上 像smoking gun这样的证据 你还是很难拿到的 因为被摘取器官的人 他们死了 没有受害人可以出庭当证人 同时中国的医院 也绝对不可能让你第三方进去调查的 像四川作家谈作人 因为08年他想去调查 汶川地震里面到底死了多少学生 就因为这个事情他被抓进去关了几年 你想想更何况你想调查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呢 这个在中国那边你想做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就更低了 所以除非在中国这个政治压力环境消失了 可以开启公正的司法调查 那么在此之前 你想直接人进到中国大陆的医院里面去调查 去采访那些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可能性都不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对于各种渠道所提供的间接证据 以及像数据的比对分析这些东西就都要重视了 所谓数据的比对分析最简单的就是你把中国那些医生的简历里面自己说的完成了多少胎移植手术 这个数量加在一起就超过了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自愿捐献器官数量的多少倍都不止 那么郭文贵呢这里提供的其实也是一个旁证 但是由于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 有很多上层联系 他是这么一个商人 所以呢他提供的旁证重要性就比较高 因为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信息 上次有一期视频呢 我谈到中共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去梵蒂冈参加一个器官移植的国际会议 在会上就遇到了一些同行的挑战 那就有朋友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问我 说我有的时候说活摘器官 有的时候说强摘器官 这两件事是不是一件事有什么区别 强摘器官是指的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这个人不是自愿捐献的 是强调的这一点 而活摘器官呢是强调的是 就是这个人他并不是先由于别的原因死亡以后 再摘取他的器官给别人用 就是说有的人他是由于车祸 疾病别的原因 个体先死亡了 但是他生前签署的有 同意捐献器官的这个协议书 所以个体死亡以后 把他的器官摘下来 然后用于别人移植 那说活摘器官呢 是说这个人本来就是活着的 他并没有死 就是为了摘取他的器官 用于移植把他杀死 所以完整的说 应该叫做强迫活体摘出器官 所以说强摘器官活摘器官在实践中 基本上是一件事情 但是说的更准确一些呢 还是应该是活摘器官 因为更加突出这个事情的残酷性 只不过我有的时候呢 就是不想太强调这个残酷性 我想说的平和一些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强摘器官 那么接下来也许有朋友还会问呢 就是说这个郭文贵为什么要爆这个料 他的动机是什么 郭先生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精明 每做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 谋划深远 而现在郭文贵爆料的形式呢 有两次是通过明镜电视 这种网络直播的方式 唯一通过这个媒体专访的方式 通过采访的这种形式来爆料 就是接受法轮功媒体的采访 那他这么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我现在是不能尽然而知 但是我想呢 郭先生作为熟知中共上层圈子的人士 他应该完全明白曝光器官移植的黑幕 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我上次说过就是郭文贵 他去释放压力是有精确的计算的 他的第二次爆料 就是选在两会召开最沉闷的时候 他气氛虽然沉闷 但是两会他毕竟是中共的这个党政要员 聚集在一起的场所 这个人多了聚在一块 他免不了有人就要交头接耳 有人就要走走串串 就要碎碎念叨 所以在那样一个时机场合下 这个郭文贵先生爆料 然后这个消息再传回国内 他就必然对他所揭发的那些人 他们的相关势力和目前的当政者 都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而现在呢两会也还没结束 还在进行过程中 而郭文贵先生又爆料活摘器官这个事情 那他必然也会增加这个压力 而且郭文贵先生自己也说 他要随着反腐的进程 随着中共的政治进程 有步骤的来释放压力 那今后在今年到明年 比较大的这个中共的政治活动的时间节点 有秋天的十九大 明年的人大会议 这就说明呢这个郭文贵先生 他是比较有计划的 他的爆料进程要和中共比较大的政治节点 时间上有衔接 那不管他这么做的目的啊 是想出于自己达到保钱保命和报仇的目的 还是有别的目的 但是郭先生他想影响中共政治进程的这个动机 还是比较明确的 不管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截至目前 他的爆料呢 我想还是有几项积极的意义 首先就是让人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 中共内部的腐败黑暗 以及这种绞杀的残酷 特别他曝光活摘器官这个事情 而且还是公安部门参与的 就更显示出那些有权有势者 他对于弱势者的生命 视为蝼蚁啊 这种残忍野蛮 其次呢 就是他通过曝光吴征的录音 尽管这个录音我们没有办法去鉴别 他至少揭示出来啊 就是中共有这样一种努力 就是想去渗透控制海外媒体 那么我想这个应该引起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关注 第三就是中共的所谓的装案组 就是他中共当局在办案过程中 那种野蛮的株连大范围的迫害 就是针对当事人的家人亲友 在这个体制下就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今天你好像是人上人 你一句话就能够支配别人的生死 可是明天你就可能是被别人支配生死的一员 你连你的家人都保护不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体制下 没人是安全的 中国社会真的是很需要走向政治文明 最后呢 是我个人对郭文贵先生有两点期待 当然首先是在你能够保证你的家人 和你本人的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第一就是能否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出一些更加具体的证据 能够方便第三方去查证的 第二就是你所揭露的像器官移植黑怒这样的事情 能否在一些更加正式的场合 一些国际场合来作证 那我想呢 这样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加积极正面的影响 那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